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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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了 很難倒你 不过只听你一个说也不够 我们立即找一些专业人士 和我们总绑一下这次的比赛 很厉害 我们今天就找到来哥的好朋友 就是钟国营先生 钟先生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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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知道你来之前 我也听过你有些威瑞士 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 这些不说威瑞士 以前我都很喜欢这个赛车运动 在80年我参加赛车 直到89年 后来就因为做生意的情况 就摆下赛车 现在我就在2000年开始加入汽车会 汽车会和政府是一个配合 就是有关于推广大载车和配合技术方面 所以我们也是大载车一个委员会 给我们成员 要配合每一年的大载车的发展 今年大载是到55届 我也知道有些新的发展 可以和我们说有哪几项 新的项目 今年每年三大赛事 就是加勒比较运动车 新国国人式 和我们叫东网洋 那个叫做WTCC 那个世界国人公司 另外三场是我们主办的 路车 GT 和各国国附赛 这三场都是一些很精英的车手 在澳门比赛 这三场大家都很容易在东南马亚的赛事 都可以看得到 所以今年我们将它搬到澳门 我想问一下 这三个大赛都是到新家的 它吸引的地方在哪里呢 吸引的地方 在车方面 我想大家看车 除了车手之外 就是车 路车位 有很多车 大家很容易看到 一些街道性的车 都在街道用 很容易见得到 比如说你又有 我又有车 可以用赛车 GT就是一些超级好车 是 林奥坚尼 阿巴拉尼 那类的车 而港澳博仔赛 亦都是 大家一路以来 看到香港我们的车手 喜爱的 And做以前的车 在三个比赛 好了 在这就 谢谢钟先生 接受我们访问的 你希望明天的比赛 肯定是非常紧张刺激的 谢谢 我是时候要三笨仔 押袋 要不然明天一定 不能看比赛 不过Eric 你好像没有买票 你难死不走 也没用 不如就施线我们NOW Sports 明天将会在现场 直击这个赛事 好注意 经过五集的奥游激情之后 希望大家都对澳门格兰迪 赛事有更深入的认识 没错 大家千万不要错过 明天这么紧张刺激的比赛 拜拜